缤纷的色彩呈现在画布上 也能出现在餐盘中 在屏东有这么一间农地 本着保护地球土壤的理念 种着黄红紫色的有机活芽菜 更是全台湾第一家 取得双有机认证的农场 带您去看看 鹅黄绵密的木素芽 绿意盎然的葵花苗 还有暗红色泽的荞麦苗 以及紫色的紫高丽芽 这些直接用有机种子 栽培而成的彩色豆芽 在郭联锋的农场里 就有近十种 我们就是从种子就有机的 我们是种子本身就不会怕无染到 你如果说一般种子 怕它里面还有一些 什么不好的化学味料 这些获得双有机认证的有机芽菜 对当初踏进有机耕作的郭永峰来说 劳心更胜于劳力 因为你要做优机的 我们要做生产领域 做整个计划 比如说我们今天 都多少种子下去浸泡 这个要做记录 反正采收 采收多少也要做记录 卖给哪一些客户 都要做记录 所以说一般做人来说 你说要求在文殊方面 他做到这样 幸好现在一切都上轨道了 郭连峰自信地说 坚持有机 不仅能吃到新鲜 无污染的活芽菜 也是对土地的一份关怀与责任 现在的荣耀残留 生存在很严重 大家吃进去 吃进肚子里面的荣耀 真的很责 所以说 尤其的 是真的 我就是很健康 尤其是说 我们对整个地球来说 还不会破坏掉 还会破坏我们的 整个地球 土壤啊 从门外汉到专家 郭连峰不但突破自我 也为爱护地球 尽一份心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简成如李金菊 屏东报道